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嘛 因為我也不是故意去做演奏 我也不是故意去創作 我只是一個很直率的文人 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開始講 我高中的時候 我板笑攤 板笑攤裡面 一片片 香港混沌 混沌處一段 很緊張 說三部稍微笑看來收到這裡 新老師說 這一篇文章 出事情了 哪裡有 什麼事 他說當時 那個小孩的比調 一篇文章 就寫一個什麼特別的事情 只想要結尾一句話 夭壽喔 好 那就一句 夭壽喔 然後 中華民國要萬歲 倒的時候 教大家就來了 喔 我 那時候就看到 我們這個小事情 一篇文章 一句話 好 你怎麼會這樣 安全單位 結果我們 我們分到最後 當然是說 這沒什麼嘛 這就好啦 你調就你調啊 這小孩的語言 他怎麼可能說 他調高 他 說自己病去病 我來 在坪洞農山 辦小孩 他在我那時候 含一些高中小孩生 我就跳串了 大家很開心 充滿了文學的理想 抱負 大家開工 就開工 沒什麼 結果說 兩三禮拜 他 問教官 很緊張 我說你宗教官 很緊張 很緊張 他叫他 用契集敗法 來形容 好 他在 校外搞 非法組織 誒 何教授 我他又是何文 文烈老師 就是 他在白上座 他知道 出面 說 這個學生 我保證 當專一年級 暑假 那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那時候我們爸爸 過世沒辦法久 四個 兩個警察 變那個 最後的 兩個母親 最後的 然後 我們爸爸都過世 那四個警察來到家裡 那我那個 輸出 我的東西 我們這個 很重 結果把我的 塑膠 我那時候都有些塑膠 我都殺死去 那警察就說 我因為齁 以前 經常 五三 照顧 五三 就是我爸爸 經常 五三 照顧 不然照顧你說 這不可以讓你看 我1980年 要去愛學校 每一關都不會通過 我剛好 我那個中學 我早上我中學的體育老師 那時候在那裡 是體育師 那個 代理師長 我那剛好都尋到 我才去塑膠 他剛好 結果 他去查 那時候我的安全資料 以前的時代 都有所謂安全資料 我一下 看我的安全資料 我的安全資料 很問題 就是什麼 安全顧慮 什麼 平常 混淆 什麼 反正就是 言論 對 政府 有很多 不滿 我其實已經放棄了 我其實放棄了 我到教育部 不可以過 我說 少少的 我們出來 人的名字 我當時 真的無巧不成熟 真的 這句話是 很好 我剛出來 我到林海銘 進來 你是誰 我和林海銘 都有熟 就是這樣 另外一名 去跟文教處長 接著 你不讓他出去 會成為 國際新聞 喔 有時候都 有精 無限 有精無限 有精無限 我會度到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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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